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一下2023的元旦新制 那他当然讲到说 给你们很多很多的福利 月儿津贴 买电动机车的补助 还有什么节能补助等等 然后也减轻大家的负担 比方说像是减税 调高免税额 以及因应一些这种 清创纾困贷款增加的一些利息 他就说政府会全额吸收了 他说因为现在因应到这个国际的挑战 所以要贴心的照顾大家 可是大家更关心的是说 那个普发现金 那个一千八百亿 怎么好像就这样跳票了呢 因为现在看起来普发现金也没有希望了 蔡英文就讲说 因为这个钱要花在刀口上 那超征税收中央可以御用的三千八百亿 也会这个剥补在这个财政缺口 来加强任性的一些经济方案 然后还有预留财源这三面来规划 他说大家都还是全民共享 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来看看之前每一回这种政策红包 是不是到最后通通又被收了回去 还记得吗 在2019年的时候 政府就讲说要砸四百亿给予补助 就说三百万的低薪足 渴望可以领到红包 结果呢两天的时间 又说这四百亿不发啦 行政院讲说我们朝三个方向来规划 那总是这样子掉人胃口嘛 还是出来试试水温而已 然后马上又讲说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其他有规划 或者说我们要先补缺口啊 所以总是这个样子嘛 让大家白高兴一场 还有啊就是这个这一回宣誓说 要稳物价打炒房呢 一月二号讲 结果呢马上又讲说 那个财政部暂时不修囤房税 所以总是好像这样不断地在重蹈覆辙 那我们另外来看一下 这个连英系的这些民意代表们 是不是都已经看不下去了呢 就觉得说 哎呀你这样子不符合人民的一些期待啊 管闭林又讲说人民的失落 其实多于对于政府的体谅啊 其实政院应该要有高度的敏锐度 来迅速因应 那王惠美也是讲说 总统你应该要体恤基层 民众的一些生活压力啊 的确在这两三年的疫情下来 大家的日子真的是不好过 很多人可能失业 或者是根本就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面对到这些疫情的冲击 但是呢 政府要不要先交代一下 你到底大撒币钱都花到哪里去 如果有超额征收的话 是不是本来这些钱 该是可以补贴一些人民的一些 这种可能日子很难过 可是你们是不是就之前 这样子花钱不眨眼 才会导致这4500亿 没有办法变成给予人民一些相关的补助 那我们看到段云康在这个时候出来讲话 他就讲说 哎呀这个蔡英文说得好啊 敢说不才是表现出领袖的高度 该拒绝的还是得要拒绝啊 那超真到底是不是一场骗局呢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分析 现在这个拒绝4500亿元超真税收 入人民口袋 绿营讲说 总统应该要诉诸国情报告啊 那总统不爽快发现金 大概又是听了这个苏贞昌跟官僚的建议 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幕僚还指出 像是这个苏巧慧啊 吴秉锐啊 张鸿路啊 都是要寻求连任 那如果苏贞昌仍然要违背名义的话 恐怕这个2024 最先被灭顶的 就会是这些苏家军 那网友们的看法是讲说 财政部刻意低估了税入 这笔钱怎么还可能不受到监督 爱怎么花就怎么花的 变成这样的私房钱吗 因为你看看 像是中油加上台电啊 总共亏了4600亿 其实比起超真 还多了100亿元 到底谁要买单 所以到底是不是 民进党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的钱 花到哪里去 然后多征收了哪些 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行政事务 搞得一团乱 所以才不知道说 哪边有空哪边要补 然后搞得大家这样子白高兴一场 这是让现在大家觉得 这新年最不快乐 最感觉到说 好像不是一个好消息的地方 那另外现在很多民生问题 也没有解决 蔡英文原来又告诉大家说 我们要规划房贷的补贴 那内政部讲说 这个是因为要因应 减轻民众的一些负担 那网友反而又不买账了 就讲说你这样子 其实就等于说变相的 是不是在帮助炒房 所以蔡英文总是在 活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 在自吹这种经济很好 可是相对的剥夺感是什么 你看看 这个长荣 大家都看到说 他们这一回的年终 非常的不错 但是呢 长荣的行情就不满 他说同样一个集团里头 我们为什么才这个 一个月的这个年终 别的这个部门 都可以那么多年终 所以就酝酿这样子的一个 集体的罢工跟休假 所以导致 现在行情的董事长 总经理 也都要上第一线来搬行李 那希望说能够不要影响到航班 那可是人家也在讲说 你这样子的一个拍照 是不是又在摆拍 你这个一个董事长 拿着这个手套在搬运行李 其实真的应该要面对的 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 差别性的待遇 那我们也来看到 其实现在台湾 从小看到大 就是这样子 这个贫富差距非常的大 在2020年的众手税的申报资料 最高跟最低的差距 现在已经扩大到148倍 比起2019年的130倍 还加速在恶化 再加上这个跨完年之后 马上迎接大家的 不是开开心心过新年 而是你看到万物起涨 特别是大家常常在 在买的比方说 像是麦当劳 汉堡王 三双巧服 这些都本来 大家觉得说 什么红配白 都可以比较省钱吃的 结果现在全部都要加价了 还有呢 连日本的牛奶跟蛋 比起台币 都还来得便宜 然后你看看 像新加坡 鲜奶一公升才78块 可是我们台湾 却要90块钱 人家讲说 这台湾的物价问题 是不是政府应该 首先应该要解决的 所以整个整理下来 你会觉得 这样的一个元旦 蔡英文你还好意思告诉我们 你给我们很多福利吗 你根本是不是连这个行政 你连治国都搞不清楚 郑老师 这个议题说真的 完全是蔡英文民进党 自己无事生非 拿石头扎自己的脚 怎么说呢 第一个 这个叫超真吗 他本来就是刚才讲的说 明明不是 而且如果这个超真 反映你前面整个估算 一点能力都没有 第二个你这边好像超真 事实上你整个财政窟窿 那个漏洞 大得不得了 难道你今天掌握全局 你包括苏貞昌 你没有看到吗 你怎么会发布这个 所以一个是 你在一个财政上 就是犯了一个很大错误 第二个 在他刚选败的时候 民进党这些立委在败战之下 考虑到特别是立委 明年的选举 急得要直来要拿出成绩 一看全民共享 要还税于民 大家来人人皆大欢喜 这种声音谁先出来的 不是蓝军不是武党 是你民进党什么 何自为一干人等 自己在那边倡导的 好像照顾百姓 事实上是为了自己的选票 明年考虑 谁惹的 也是你们自己惹的 而且你们没有协调 如果你觉得说 后面觉得说 不应该发 那你就叫他们闭嘴就好了 你放任一大堆 这么讲 讲到蓝军也跟进 几乎已经快有全民共事了 好 他忽然间再来 跟你召开个国安会议 然后故作玄虚 已经有专家批评说 这个案子跟国安会议有什么关系 这根本不是你国安会议的层级 而且你那么久没开 一个礼拜前才为了兵役开过程 忽然间又开 这明明就是行政院长 该处理的事情 他大权一来 开完会 又讲说我们会图一这个合理的 什么什么个分配方案 大家在这个最期待的时候 一听懂玄乱之音 问了 好几个报纸那个标题都说 准备发一人一万块 我看他报纸的标题都出来了 结果最后他到元旦说 我做了一个更高明的安排 谁惹的祸 全部都是你自己惹的祸 你无事生非 你这样搞来玩去了 你如果真的觉得这个东西 不应该让这个风一直往这边吹 你党内赶快灭火 到现在你公布了 刚才讲还有好几个 还在继续讲话 说体恤民情 是啊 当然你说问他 我在这个节目前面有讲过 我是不赞成人人有讲 是应该先填补窟窟 可是我也不赞成 完全由他们弄 为什么 过去这么多钱在他们手上 从那些追加预算 特别预算乱话一通 他嘴巴当然跟你讲得很漂亮 所以我是觉得他这次真的是 完全已经失去人民的信任 特别是这个时候 讲讲话评论 你继续政策买票买这么多 有缺差这家 继续那么大缸就在摸 老百姓一定心里这样想 所以他这次 等于是对他自己 就是重重的打脸 好啊 那段一康就最恶心最可笑了 或者总统有气魄 该say no的时候就say no 真想不一定吐你的口水了 段一康 总统很多事情该say no 美国人把我们当炮灰 美国人把我们当笨蛋 美国人把我们当体管机 总统不应该say no吗 他有say no吗 所以该say no 不应该让台湾置于显地的 这个首要职责 他屁都不吭 结果你段一康也是一样 一声不吭 忽然间这个说出来歌功颂德 如果真要say no 还有很多 你何必玩那个什么抗中保台 为了选举玩火 然后拿来这边两万操作 搞得两岸兵兵战危 他在这位元旦在想说 看到习近平元旦释出善意了 他马上又想说 但是你们不要对我们怎么样怎么样 对台海这么多军演 段一康就讲假话 他会这阵军演 也是因为美国通过这个 所谓的政策法 要有给我们塞一大堆武器 老公才再来一些军机 你每次蔡英文 该say no 真正该讲的对象 你都没讲 然后该跟中共和平 你不要天天say no 我最后再讲一个 高端这么糟糕的事情 你们早该say no 你不但插手 还去背书 还在那边力挺 你段一康你是瞎了眼吗 你没看到吗 所以我说这一次 这个4000多亿 平白无故的 弄出一团是非出来 那反映了什么 为什么是国安卫议 他就是考虑到跟选举有关 他就认为就是国安 怎么要不要凭他来管这个事情 这个交给苏贞昌就好了 所以你乱了体制 做错决定 乱七八糟 扎石头扳脚 这就做自作自受 对啊 裴洛西来的时候 也没看到他say no 所以这边歌功颂德大可不必 我们来问一下有志哥 我觉得元旦 让我想到台湾剩下这一年 会不会完蛋 最可怕的是那句话 钱要花在刀口上 对 大学他什么时候钱花在刀口上 你这时候剩一年了 你才跟我讲这一句话 这几年不要说你前面那个四年 后面这两年多三年 你有什么花在刀口上 光老师刚刚讲的高端 十几亿有花在刀口上吗 没有 几百万计是销毁掉 你有花在刀口上吗 我想请问 那我们波音 前50后50买了将近100的 人家最近都不太想要的波音 我们有花在刀口上吗 换来什么 换来国防授权法 然后国防授权法 我们还要再拿20亿 然后再买20亿 有花在刀口上吗 八千八百亿前瞻计划 你有花在刀口上吗 原来近来可以挪其中200多亿 去成立一个元宇宙部 然后我们的两亿球场 因为八千八百亿 因为你的增加的这些预算 还可以再多变成12亿 然后害林哲宣受伤 你还要我再讲其他 钱花在刀口上这句话吗 听起来好恶心 你不能 你不能因为你现在状况不好了 又要开始骗人 这几年本来就该花在刀口上的钱呢 去哪里了 然后你告诉我 这些钱乱花之后 我们现在还多了4千多亿 拜托好不好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制大国如烹小仙 我就简单讲 如果有一家公司 这个老板说我们今年大概会赚多少 会有多少 结果今年突然大赚 多赚50% 我想这些会计要担心 这老板真正不清楚 明年会不会少赚50% 更何况再来 刚刚老师讲得对 请问一下 一家公司要分配他们这些赚来的钱 哪怕你真的赚的 请问有哪个老板会开董事会的 不就是总经理的事吗 总经理然后决定跟董事长讲一下 董事长跟董事会挨下子一下 竟然搞到要弄董事长 表示你那个董事长有问题 你根本没有办法把整个公司治理好 这个叫做制大国如烹小仙 连这道菜你都可以 哩哩哩哩哩到这种地步 这是我们担心的 这些超真的税怎么来的 你们去把这些 他这次我讲 段宜康讲的某种程度是对 没有错 这本来就不该这样分配 超真税收有本来就他应该要用的地方 是你们之前都乱用 是你们之前没有画在刀口上 问题是 你现在这些钱我想先问 你要拿来分给大家 还拿一千多亿来得及吗 里面有多少是资本利得 我们今年的股市 都是因为这些当冲 啪啦啪啦的变四千多亿 里面有多少钱是因为这样缴来的 我想请问这些股民有赚到钱吗 每个人听说都千几百万 对啊 老师 不是一个新闻吗 总够跌了四百四千多点 除以开户数 每个人口袋还少圈一百万 然后之间还是缴这些资本利得税 然后算在这次的超真里面 不是 我们公司体质有好吗 这员工每个人有赚到钱吗 没有 然后有些资本利得赚更多的越来越多 所以才会有148倍 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所有的 你整个财政分配 你有给大家每个人 现在告诉我拿一千多亿 然后大家分一分 这些低收入的奔奔 不是啦 哪有人做这样财政规划的 一家公司 如果你这样做才跟规划 我跟他说 要倒了 这时候段宜康讲这些话 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剩一年 我刚过元旦 我不希望台湾是完蛋 蔡英文你赶快回神 你把所有的治理回归正轨 该换掉苏贞昌的就换 这些资本利得你搞成这样子 你还要用这些话骗我们多久 所以就感觉上台湾好像 已经自己在内耗了七年 就在他这个两个任期之内 我们这个政府自己在做些什么 自己都搞不太清楚 钱花在哪里 钱从哪里来 钱现在到底够不够 恐怕自己都答不上这些问题 宇轩 所以我说钱花在哪里 有没有花在刀口上 我就可以去问林志坚跟郑文燦 毕竟他们的工程 中央补述款都是几百亿几百亿 这是亦来亦去的 所以他们可能对于这个钱的去向 会比较清楚 那为什么还讲到说这个预算法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超升四千五百亿 等于说中央在第一时间 他预估今年度的税收 也就是税入的部分 他就产生了重大的误差 好 那这个误差既然出现了 拿到这样的钱 基本上应该不应该还税于民 我讲这些东西 不是所谓的政府刺激机器也好 或者说对于一些弱势进行补罪也好 这不是他们本来就该应用的款项 这等于是多出来的 本来就是欠人民的 所以我讲今天苏贞昌也好 蔡英文也好 到今天领政党立委 各个有不同意见 其实这是一个故事 叫做唐朗普禅 黄雀在后 怎么说 苏贞昌第一时间提出什么 第一时间他提出说 希望国内后发恩贝券 并且要求行政部门相关进行研议 结果呢 结果政国会跟英系的 纷纷出来串联在脸书上说 要求要发现金 结果我们会看到蔡英文做一个动作 做什么动作 召开国安会议 不好意思 这个跟经济有关 就像刚才郑春节老师讲的一样 他是属于行政院的职责 蔡英文今天这个动作 其实在跟苏贞昌宣告一件事情 权力我给你的 但是我要的时候 也可以拿回来 包括这些其他立委在内 要求提出现金 通通打脸苏贞昌恩贝券 以及蔡英文召开国安会议 要把这样的职权 定调在总统的手上的时候 通通都是一个倒阁的讯号 在跟苏贞昌警告的讯号 所以可是问题是 幽默是什么 幽默是 蔡英文已经定调 说这个4000多亿 其中2000多亿要拿去 虧捕所谓的台电 以及中油的损失 结果呢 结果民进党自家立委 包括英系 却在此时此刻出来说 希望能够还税于民 希望能够发放现金 政府要考量一下民意 什么意思 甚至是有民进党内部的立委 出来放话 这是对蔡英文投反对票 放话说什么 说今年的选举 由于2024要到了 谁要跟民意负责 不是蔡英文 是这些即将要选举的立委 要跟民意负责 因此他们讲 如果蔡英文总统 一意孤行的话 他们甚至不排除动用什么 动用宪法嘛 要求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什么意思 意思是真的要来逼宫了 一说你蔡英文今天做出这样的政策 立法院也好 不愿意再对所谓的苏贞昌 或者是你蔡英文 当你们的橡皮涂章 今天要选举的是我们 要面对未来的是什么 不管后面是不是有赖清德 在组织或者动员 但他们要求是 你如果敢强行 把这个政策给没收 不愿意发放现金 那未来我们就让立法院 让你直接来面对民意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回来